天天话题财经专栏由 范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赞助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范宇集团的两位资深的关于这个年金 以及受险的两位资深规划师 非常欢迎二位Isaac Vintian您好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 其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次谈到这个退休规划的时候 都知道应该是及早去来做的 但实际上一谈到这个退休计划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说到底我们规划的是什么东西 今天能不能请二位帮我们简单地先介绍一下呢 好 没问题 其实在美国做退休规划 其实还它有一个大概有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 或者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提早去规划 那么其实这个框架很简单 那么基本上在美国我们第一层我们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呢 叫这个叫Guarantee Income 也就是当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永续的终身的退休收入 那么在美国呢 现在基本上有三样东西会可以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终身的退休收入 那么第一样是我们很多人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Social Security Income 也就是社会安全福利金 那么第二个呢基本上是很多大公司会提供给它的员工 有一个Pension的计划 这是企业所提供的一个永续的终身退休收入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的保险公司会给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家庭提供一个叫年金的这样的一个终身退休收入的计划 那么我们把我们的Foundation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先把我们的Guarantee Income这步做好以后呢 我们可以去考虑我们第二步 那么第二步呢我们想去做一些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资产啊 或者投资啊可以作为我们今后退休的一个长期的支持 那么其实像我们华人最喜欢的这个房地产的投资 这个房子其实这个投资我也很喜欢 因为比较有型的投资 对有型的投资看得见摸得着 而且我们买到买了房子以后房子保值升值 并且我们可以拿房租来作为我们的退休收入 那么很多华人我们都这样做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工作的 我们有401K的退休账户 以及我们个人的这个Aira的退休账户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这个这个前两步做好以后 那么我们再去做第三步 那么第三步也很关键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退休以后 我们要所有的这些保险 那么保险不管是我们health 我们的健康保险 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人寿保险 以及长期护理保险 还有我们65岁退休以后 我们要转成这个政府的Medicare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红蓝卡 那么每一步保险的每一步 也对于我们退休来说 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布局 所以我们要把这一步做好 那么我们前三层这个基本的做好以后 那么最后的那一步 那么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闲置资金 我们可以用来去做一些高风险 高回报的一些投资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到股票市场 去买一些基金 股票 或者其他的债券等等 所以我们要按部就班的 然后一步一步的来把我们在美国的退休来做好 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鸡蛋 就是放在不同这个篮子当中 不能说我今天一定要投资一项的东西 然后剩下的东西全部不看了 其实听到这里 Isaic先生 我突然间个人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二位 因为我觉得说好像每一次我们在购买这个年金的时候 这个年金通常都和这个受险是在一起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 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Isaic你要不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那么一般呢 我们在做年金和受险的规划的时候 那么其实人寿保险现在除了大家所知道的 这个会有一个protection 就是有一个保障以外 那么现在大部分的人寿保险 我们随着这个历史的推移 现在很多人寿保险开始来 在这个做tax free income 也就是说做这个免税的一些收入 包括我们的退休收入 以及这个 可能很多人现在用人寿保险来给他们的孩子 来这个储蓄教育基金 那么在这一方面现在的功能已经据统计已经占到整个的这个功能里面的45% 所以呢现在这个功能在不断的被放大 那么在我们做这个退休规划的时候 如果我们年龄比较年轻啊 或者说我们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那么用人寿保险来做退休规划收入的这一部分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棋子 是 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大概在两个月以前 就是因为去儿返做一个讲座 所以我不想开车 我就坐Uber 那这个Uber的司机问我做什么 我就跟他说 我是会计师 我是financial planner 那这样子他就说 他说 我呢跟我太太打算两个人呢 退休之后呢 我们每一年要有 不是他先这么说的 他说我跟我太太打算退休以前 我们要存600万美金 他36岁 他说我要跟我太太存600万美金 我说那你除了开Uber之外 你还做什么 他说I blow glass 就是吹玻璃的工人 那我在想 他如果两个人加起来 存600万美金真不容易 因为这600万美金是税后的钱 是不小的数字 所以我就说 我说你为什么要赚这么多钱 他说因为那我想退休以后 我一年跟我太太 一年我们想要有 10万美金的收入 是税后的 那我就想说 哇如果赚600万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把它存下来 交了税以后 所以我当时我就帮他 做了一个计划 马上在车上 我就有internet帮他做计划 其实他只要一年存1万5 一万三十六 对一年只要存1万5 然后呢到了他 存29年 到了他66岁的时候 也就是他退休的时候 他一年可以拿12万4 对他就很surprise 然后他就说 怎么可以做到这样 这个就是人寿保险 可以带来的税务的好处 还有这个杠杆 那同时还有这个 保底锁利的这些好处 那可以做到 真的不用很 不用那么辛苦了 可以轻轻松松 就可以做到退休 那刚才Ice有讲说 年金跟保险的不一样 就是年金是比较适合 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他的身体状况 没有那么好 他不一定能够买到保险 所以是不同的人群 来做的规划 是是 其实我们都知道 很多时候 尤其这个年轻人 很多会觉得说 我现在离这个 退休可能还有 二三十年 甚至三四十年 可能现在提到 这个退休规划 对我来讲 可能有一点为时过早 其实这是个 很大的误区是不是 对 非常大 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做很多讲座 我们做过一些统计 那么如果一个 18岁的一个年轻人 那么他每年放 只存2000块 在他的退休账户里面 那么如果平均 每年的付利是12%的话 虽然现在听起来蛮高的 但是我们按12%来统计 那么他只需要放8年 这2000块 然后就不用再放了 到65岁的时候 他的账户里面将近有250万的 这样的退休金 那么如果你晚存的话 如果晚存 如果比如说 从8年以后开始存 那你每年开始放2000块 然后一直放到65岁的话 那么平均负利如果12% 少了很多 会少 会少100万这样 对 但是也最起码 还有150万 对 其实就是 越早做越好 对 越早做你放的钱 就不需要那么多 这个是一个金融的优势 是 非常感谢二位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 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好 谢谢 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 范宇集团 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 赞助播出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范宇集团的 两位资深的年金 以及受限规划师 Isaac跟Cynthia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 有关这个年金 甚至是受限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到目前为止 都不是非常的了解 包括这个年金 我知道这个当中 其实还是有分 这个不同种类的 是不是 对 像在美国 现在整个的市场上 年金大概有三个类型 那么第一个类型 就是叫做Fixed Newly 就是固定利息年金 那么这个年金 它会按照我们财政部的 利息率来定它的 这个利息收益 收益虽然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 因为现在的利息很低 所以这种年金 过去很流行 但是现在呢 有一些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那么第二种呢 叫Variable Newly 我们翻译过来的话 可能叫投资型年金 那么就像它名字 所示这样 就是说我们 会把里面的资金 放在股票市场 或者说这个基金市场 那么如果市场好的话 那么里面资金会跟着涨 市场不好的话呢 它是不保本的 所以呢 这一种方式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 也是跌跌撞撞的 不太稳定 所以呢 也会 也会 对于一些比较 保守的人来说 或者说中等 保守的这种人 他可能觉得 这种年金 不太适合他 那么对于 第三种年金呢 现在叫做Index Newly 那么这种年金 我们翻译过来 叫指数性年金 那么这种年金 有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就叫做保底所利 也就是说市场 无论怎么下跌 那么这个年金 都不会跌 可以保本的 对 可以保本 而且市场上涨的时候 它会跟着上涨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现在年金除了提供 给我们一个 Lifetime Income以外 那么同样 如果是这种 Index Newly的话 那么它还会提供 给我们一个保底所利的功能 并且呢 有一些像这种 Index Newly 它会给很高的Bonus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加上 这些Bonus的话 那么它的平均的 Return每一年 也相对来说会很不错 大概在67%左右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Index Newly 现在比较适合于50岁 或者是55岁以后的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想在 他们退休 比如说他们在65岁要退休 他们不想在 他们65岁退休的时候 如果我的退休账户里面 有100万的退休金的话 如果赶上了像 我们08年的金融危机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最熟悉的标普500指数 那么直线下滑了将近40%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100万的退休金里面 我们可能就只剩下60万 那个缩水会缩得很厉害 而且我还要在那一年退休 我从里面拿出七八万美金 来作为我的退休收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对于这个账户里面 资金的损伤会很大 所以如果我们在退休那一年 或者是退休前三到五年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 把我们的退休金转入到这种 可以保底所利的这些年金里面的话 那么对于我们退休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损掉我们本金 而且我们还会有相对不错的 这个汇报 是 刚才您谈到这些 我突然间想到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新移民的朋友 是带着这个资金来到美国的 他们可能在美国 也没有这个固定的工作 但是确实是有这个 存的这个钱在身上 也可能购买了很多这个房地产 对于像这样的人的话 那这个退休规划怎么来做呢 对 好 我觉得您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大家都想问一个问题 对 因为我身边或者我的客人 有很多也是新移民 那么对于新移民来说 他们确实特别是中年过来的人 他们有可能是陪孩子上学 或者跟着孩子移民过来 那么他们可能在国内有一定的资产 然后来这边可能也不打算工作了 那么不工作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没有这个社会安全金的 社会安全福利的这个40个点 我们说的这个 享受不到 对 所以他们就会想办法 我们怎么养老 但是对于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 说就是房地产是最好的投资 所以很多人就基本上 把所有的家当都压在买房子 因为我有一个客人 他来了美国买了六套房子 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你买这么多房子为什么 他说我一套自己住 然后剩下五套呢 我全部出租 那么我说你 我说你要的租金是为了你做养老吗 他说对 他说因为我来这边 我也没有其他的收入 所以我要用这种方法来作为养老 后来呢 我就简单地给他规划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年金的特性 跟他说了一下 然后他觉得非常满足他的这样的需求 于是他之后就卖了两套房子 拿出了部分的资金 来这个选择了年金 然后用年金和房地产的房租搭配使用 来作为他的这个退休收入 是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 Cindy我现在想要请教您的就是说 我知道您是这个税务方面的这个专家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对这个人寿保险还是存在的一定的误解的 觉得好像这个人寿保险只有在人过世之后才可以用到 但实际上现在人寿保险早已经不是这样的概念了 是的 我自己亲身也是经历了这个人寿保险好多的改变 那我已经营收保险从term life定期的保险到whole life 到UL就是universal life 根据当时的利息来增长的 然后变成VUL variable universal life 到现在的indexUL 就像刚才ISIC讲的根据指数来拿利息的 哇这个进展太太怎么说跌宕起伏 因为我自己在VUL也是曾经亏了钱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IUL 那现在了解了IUL以后 我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退休工具 它的好处有几样 第一个它的稳定性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401K里面不知道怎么去投资 跟着市场投资的时候是大起大跌 我们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很多人的401K变成201K嘛 一下子缩水了一半 那如果是用indexUL来做这个planning的话 也就是说401K它可以不要全部放 它拿一部分拿来买这个人寿保险 IUL的话 它的investment是可以被保住的 因为是保底锁利 保底锁利而不是保本 它是比保本还要更好 就是说把以前的利润也都锁定了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 特别是对一些女性来说 因为很多人他觉得我没有时间 我也不懂理财 我太忙了 这都是我老公做的事情 其实这个很简单 就等于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保险公司 而且保险公司有一些是世界500强的 让他们来专业来做一个根据指数来的 所以你可以晚上睡觉 根本不用担心 这个会跌 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它的免税 免税在它两方面 第一个是免所得税 所以以前的保险是买了以后 人走了以后给孩子 可是现在不是 已经是拿来自己退休了 所以它是有一个选择可以拿来用的 拿来用的时候 它可以说把它变成借款借出来 借款是不算是收入 所以是完全没有所得税的问题 完全免税 但是当然了借款的时候会有一个利息 可是这个利息相对来说是低的 第二个是免遗产税 当然是每个人因人而异 如果一个人 因为我们的exemption 现在一个人是1100多万 所以大部分人是不需要付这遗产税的 所以他这个 比如说他买了一个100万的保单 万一有什么事给孩子的时候 孩子也是totally test free 又免income test 也免遗产税 那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好处是 现在的税险就是受险 已经加上了living benefit 生前福利 那很棒 比如说我拿来退休用 可是万一我生病了怎么办 对那对很多人来说 生病了以后 因为我有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会take care我自己 其实不一定 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得了一个重大的疾病 或者是慢性的疾病 长期需要长期护理的话 那医疗保险只会把这个费用 帮他把这个病治到一定程度 可是长期的护理就没有保了 只是看病 但不管这个护理方 对那如果是一个人肾衰竭 他需要真的长期的护理怎么办 他六样自己 就是daily activity 他两样不能做 比如说吃饭自己不能进食啊 自己不能上厕所啊 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living benefit 就可以把他的这些death benefit 一部分生前就可以拿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就是等于是退可供进可手 是不是这样子 进可供退可手是吧 进可供退可手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的万能的purpose 那对于我会计师来说 很多人都问我省税的 这个是一个绝佳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建议大家 可以考虑一下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 Izaic跟Sin-Si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谢谢你 那同时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讯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才精砖滥油 范宇集团您财富管理的国际先驱 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